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夫妻退休之后,最好别去农村养老 去农村亲友家转一转就明白了 小时候,我们学到一句话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是的,农村的人也大有作为 开墾果园,承包土地,发展合作社等 都给我们带来了致富的希望 当我们老了,两夫妻都退休了 自然就会想到去农村养老的问题 吹一吹故乡的风都是甜的 喝一杯故乡的水,清凉解渴 山里的亲戚朋友都很好客 这是一贯的印象,但不代表现实生活 我的小学班主任刘老师 教书育人41年 刘老师的妻子从县里的木材厂退休 两口子的退休金有8000左右 在城里待着,觉得无聊 卷起铺开,就去了老家 他们去农村转了一圈,回到城里 谈起这段历程,感慨颇多 一,兄弟姐妹难以相容 因为工作缘故,刘老师把户籍从老家迁到学校 享受了当时的商品粮政策 他的弟弟一直在农村,靠种地为生 另外有五亩甘菊 到了农村,刘老师说明来意 弟弟表示欢迎 然后安排刘老师夫妇住在老屋里 印象中,老屋被父母收拾得干干净净 但是现在父母不在了 老屋也邋遢了,屋顶也漏雨 花了一万多,才把老屋修整完毕 等到柑橘黄了,香喷喷的 刘师母跑到果园里,采了两个 忽然,弟弟家的媳妇跑出来说 柏娘,柑橘是用来卖钱的 一两个可以尝一尝 言外之意很明显 吃柑橘是要拿钱的 更可恶的是 弟弟把家里的土地全部圈起来 老屋的宅基地也变成弟弟独有的了 若是长期住老屋,也得给租金 有一天,弟弟借着酒禁说 哥哥,你当老师之前读了很多书 钱都是父母给的 但是,父母临走之前 你也没有来照顾几天 虽然你给了父母医药费 可是大部分的苦,还是我在承受 当一个家庭开始翻旧账的时候 刘老师就撑不住了 一母生九子,连母十个样 谁能保证兄弟姐妹能和睦相处呢 不同的人生道路 不一样的养老生活 把差距拉开了 加上各种旧恩怨 会让兄弟姐妹 过着鸡飞狗跳的生活 就算农村没有兄弟姐妹 但是祖辈的东西 你只要动一动 兄弟姐妹就会盯着你 各种说法就冒出来了 内心很是不好受 二,小农思想一直在作怪 刘老师不能动弟弟家的一切东西 就只能向着荒凉进宫 夫妻俩把一块长了多年野草的空地挖开了 种了玉米和红薯小白菜等 清明节的时候 住在城里的村里人陆续来扫墓 有村民找到刘老师要租地的费用 对方说当初这块地我用了五年时间开荒 给五千块钱不算多吧 也有一些小池塘 经过刘老师的整理再次用起来了 但是池塘原来的主人就不乐意了 农村有一个怪现象 一块地空闲几年 一文不值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动一动 就价值连城 关系大了 任何一寸土 你要是种了什么 有了成效 就会被人眼红 长期以来 小农思想在限制农民的发展 到现在仍旧没有彻底改变 到处都是空地 但是你这不能动 那不能动 就没有意思了 有的村民和你是玩伴 是朋友 但是在利益上就撇清关系了 哪有什么免费的午餐 原本来农村 是为了过安逸的日子 若是有人吵吵闹闹 就违背了初衷 还有一些家族势力 在农村也很明显 谁家稍微弱一点 就得受欺负 压根儿没有合作意识 鲁迅就批评过 确者愤怒 抽刃向更弱者 表面上说是举笑话 喝一杯酒不代表热情 而是爱于面子 或者利益上有求于人 目标是很明显的 红着脖子和熟悉的村民吵架 应该不是你想要的吧 要是给钱 才换来的和谐 你也会难受吧 三 田园很美 只可小住 不可常呆 乡村很美 油菜花开了 稻谷熟了 山是墨绿的 可是你看看就行了 不要深入去了解 更不要过分的亲密接触 经过一番思考 刘老师夫妻 回到城里养老来了 他们总结了四个 不去农村养老的理由 第一 狭隘的思想和广阔的天地 是不匹配的 思想限制了人生的快乐 作为城里的退休老人 你的大格局 不能改变别人的小格局 只能形成三观不合 第二 人与人走得太近 常常串门 矛盾也会多起来 还不如城里的邻居 打开门 最多笑一笑 第三 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你要是有什么急事 那真是急死人 生病了 也爱莫能助 第四 亲友在一定的年纪 渐行渐远了 也只是某些宴席上 会到位的人 随理可以 但是 互帮互助 就显得为难 时过境迁 农村不是我们童年的样子了 山还是山 水还是水 但没有了天真烂漫 俗话说 客留三天讨闲 鱼放三天发臭 小住几天 你是农村亲友家的客人 多住几天 那就如坐针毡 目前 我国已经进入 深度老龄化阶段 养老大潮正在形成 如何安排老年生活 需要早点谋划 若要回农村 要看实际情况 不能单凭自己的一片热情 特别是要在农村进行大量投资的老人 要和儿女多商议 谨慎一些 千万不要花钱买最受 想要暗度晚年 需要天时 地利 人和 缺一不可 退休了 多休息 少烦恼 有余热 才能过好日子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您的晚年生活 幸福快乐 关于今天的分享 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和主张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内留言 感谢您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